如果你的移民预算在一百万内,建议你考虑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加拿大,这个国家的治安好,文化多元性强,没有种族歧视 而且男女户怼的情况很少见 但是这个国家确实太安逸了,事业心强的人真的不推荐 那么在气候方面,加拿大有些地区的确是比较冷的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总的来说,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国家 很多时候社会的福利让你拿到手软 第二个推荐的就是美国了 这个国家我就不用多说了,拥有的资源非常丰富 不过我要提醒你,美国这块肥肉不少人盯着 竞争自然不会小 比较下来,加拿大可能更容易一些 像申请门槛比较低的雇主担保50万起就能搞定 不过现在想移民的人比较多 如果你真的考虑移民,不妨先赶紧规划起来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抖音 不妨先进行 你 我尽管 你 你 我尽管 有这个人 我尽管 我尽管 感谢观看